你知道霍宇浩爱上的第一个女人是谁吗 王东知道他爱上别的女人 又会做何反应 作为霍宇浩的室友 王东对霍宇浩的感情非常的复杂 他不希望和霍宇浩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同时又害怕霍宇浩和其他的女生 有过多的接触 所以 每次有女孩子主动靠近霍宇浩的时候 王东都会表现得比较生气 目前来看 王东的情敌主要有两个 马小桃在发现霍宇浩拥有极致之兵武魂后 就缠着霍宇浩 希望霍宇浩帮助他去除邪火 当时的王东 在见到两人的亲密举动后 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后来在学院的比赛中 霍宇浩的极致之兵 让林洛晨也对霍宇浩产生了好感 然而对于霍宇浩来说 岂是他内心 只是将马小桃和林洛晨 当作是自己的姐姐 从来没有过多的想法 当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上 王东霍宇浩 施展出光之霓裳 武魂融合技的时候 霍宇浩和在场的众人一样 随后当霍宇浩醒来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王东的房间 此时的王东假装在睡觉 霍宇浩忍不住在他的脸上 捏了一下 随后两人就扭打了起来 王东 你说 你要是个女孩子多好 就像那天咱们施展光之霓裳 所幻化出的那样 听到霍宇浩的话 王东并没有生气 反而脸上露出害羞的表情 就算我是女孩子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霍宇浩自从第一次见到 那个幻化而出的光之女神 就被迷住了 她果然和大多数的男生一样 被独舞少女的魅力征服了 这是霍宇浩爱上的第一个女孩子 只是现在的她还不知道 光之霓裳中独舞的少女 完全就是王东女装时候的样子 所以 王东听说霍宇浩喜欢上虚幻的光之女神 她并没有生气 这个时候 霍宇浩甚至还询问王东 你家里还有没姐姐妹妹之类的 以后介绍给我吧 王东的脸更红了 别过脸不去看霍宇浩 霍宇浩以为王东生气了 可此时王东却说 我只有个姐姐 我的双胞胎姐姐 等姐姐长大了 和独舞少女样子差不多 只要你好好听话 我就考虑将姐姐介绍给你 此时的霍宇浩 却打了退堂鼓 如果你姐姐真的那么漂亮 那么我又怎么配得上 王东却鼓励霍宇浩 你不要妄自菲伯 虽然你现在比不过我 但是在同龄人中 霍宇浩已经非常不错了 她不仅拥有极致舞魂 而且还是双生舞魂 这些足以证明霍宇浩有多么优秀啊